他15歲到19歲之間是典型的 典型電力監獲多次授受賄賂款物 共計人民幣104萬元 另外他擅自決定與公款為個人購買商業包 授受賄賂三萬億元最準備100塊除了有機的 對黨的執政能力的影響我覺得是最大 影響黨在人民群眾中心的微網和微信 現在很多東西自作不言 個人的傳遞太大 太集中 又缺乏有效的監督 所以很多貪污案例發生了